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的打粉丝问小频道 今天的这个是紫薇的小粉丝,然后她想问我怎么发财 我也很想知道,好了好了,我给你们说一些理论,我也好想发财 来嘛,圆盘我们先不提了,好不好 不以这个圆盘论英雄,每个人的起跑点确实不一样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就算你圆盘烂或大运不怎么样,你才对一个流年 你也可以小发一笔,或甚至大发一笔 因为现在机遇很多嘛,而且每一种主星都有适合自己的一条发财之路 那今天呢,我来给你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财博宫,好不好 看你流年财博宫,走到哪些星星在的位置 当然有极画就更加好,好处就是加成 有那个画技你也不要害怕,好吗 只是说你会辛苦一点,那不代表你赚不到 那我们来看,首先我要点名的是 五曲七杀破均贪狼连针,这五颗星 五曲七杀破均贪狼连针 这些星星呢,都是一些就是 开创型的星,或者是就是在阳性星里面比较猛的 它都是胆大 所以如果是做生意的话,财博宫逢到这些星星在的流年 你会尤其的胆大 就是野心非常非常的十足,想要去开拓新的精彩渠道 或者是扩大规模,然后我们去走一个新市场 冒险,传说中的,那这个行不行呢 可以啊,绝对可以 但是呢,请你们不要把家底都赔上 不要孤注一掷,好不好 你们一定要拿出保本的钱 再去做这些事,因为走这些运的时候不是抱起就是抱败 你总不想要把家底全抱败没吧 所以呢,无论别人怎么忽悠你都要把家底给先拨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当这些年份 其实最好的是在这些年份来的之前的那一年 你自己要留个心 把那个前期工作给做好 不要掉进陷阱 把那个路给探好 该做的市场调研,该做的公关 全部都去做好 然后计划的尽量周全一些 因为这些年份的时候 事情的进展会特别特别的快 快到你无法控制 这就是杀破狼,无取连针,再踩不攻的感觉 有些时候两个月就忽然起来了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你最好不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 你还是先知道大概会发生什么嘛 看到这些年份要来之前做好准备 然后,如果你是个上班族 说的这些东西今天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去炒炒股好不好 同样的不要把那个家底都赔进去 拿一部分钱去试试水温 因为这些年你的那个脑子好用的 你的胆子也大 就比较适合去那个投资界去闯一番 比较敢去操作 总之呢就是这些暴起暴败的年份呢 有极坏当是最好的 但是我就怕你知道吗 你们一下子太嗨了 或者一不小心流月又有季 那就是你一闯就失败 那就是起的快败的也快就不好 对不对 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前期准备,前期准备,前期准备 好 接下来一组呢是两个帝王星 紫薇跟天府 如果财博工,流年财博工走到这儿的话 它是适合你去level up 你要去完善你的产品 把这个低端做成中端 中端做成高端 或者是扩大规模也行 但是最好还是在质量上 我觉得提高一些 帝王星在财博工会让人比较高瞻远瞩 然后有很高的这个长期规划能力 或者是想往高的那个level去走 去挣大钱 所以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创业的小生意人的话 紫薇会让你想要去把这个产品线做到 你们那个小规模里面的最好胆次 或者是你也适合什么呢 你去其他产品不要动 去target一个高端人群 你去推出一本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产品也可以 那或者是你提高服务质量 提高店面装修 产品的设计包装 logo level up都对你有好处 对于上班族来说 这又跟你没关系了对吧 那没事 我们可以争取升职跟加薪嘛 对不对 因为紫薇的这个统筹管理能力很强 你也可以去用这一年来好好改善 改善一下你的财务结构 比如说本来80%都花在房贷 那你就要改一下 你是不是要多一些去投资呢 多一些去理财呢 或者是找男朋友女朋友跟你分担一下 就把这种财务结构优化 是这些是最好的 因为这些年财务的统筹能力很强 好 然后呢 如果流年的财富工太阴露存这两颗心 好非常好 因为很稳 然后也都是代表财心嘛 守财奴 那么就是细水长流楼 精打细算呢 菜阴跟露存还是很少食物的 它的守成能力又比开拓能力要强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去 适合去 都不知道适合去什么 应该是说会发生一些好事 这些好事大部分就是水到渠成的感觉 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就牛人来带你投资嘛 比如我妈很强 她带我飞咯 或者是有靠谱的团队要一起创业 本来就是三五好友 人家都已经坐起来了 邀请我加入 为什么不呢 所以太阴跟露存都是属于那种 很smoothie的 很gentle的 但是却是很 而且是很水到渠成的一种精彩渠道 所以简单来说 有点躺盈的意思 这些年份 如果有一些机会向你靠近的话 就是你稍微伸伸手就够到了 还是挺好的 所以小钱你也赚一个嘛 不要觉得很小就不赚 记得的话 我觉得你在这些年份 应该做一些长远的投资 不是走短线 因为要不然你就浪费掉 太阴跟露存的这个长期理财能力了 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 下一组是天机跟天同 对 天机跟天同的话 这两颗心呢 有点像小打小闹的意思 但也不要小看它们 天机跟天同的小打小闹 人能闹出挺多花花的 尤其在现在这种新媒体 然后新的经济结构下面 它其实很适合去做一种 很hands up 上手 然后就可以做的小生意 小成本 小成本生意 或者是那种潮流性非常强的 又或者是说变动性很强 需要靠脑子的 因为天同 天机跟天同的潮流性都不错 尤其是天机 今天流行这个潮牌呢 明天流行那个彩妆啊 它都follow的比较紧 所以它做代购啊 fashion啊 物流啊 运输啊 这些都很合适 那如果是做线上培训 或者是纯关于这种 know how的那种脑力活动 就更好 有一点点知识产权 IP更好 所以呢 比如 比如说主播 比如说命理 比如说咨询 这些都是很天机的 也有天同的服务性质 天同的话 还有一个somehow 是很适合跟小孩和年轻人挂钩 那么吃喝享受的行业就很好 继续找机会吧 好不好 什么最火爆的奶茶呀 之类的 好 下一个就是太阳天良 文昌文曲 把它打包成一组 这一些星星呢 它都是关于那个名气的 科名的 所以它赚的就是名气财 先有reputation 后有income 所以特别适合打造 就是个人IP 去做 先做一些 看似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相信我 绝对是值得的 你先去做一些公益事情 我先发放一些免费的 这个知识信息 把这个你的粉丝讯培养起来 就很好 如果去做一些 关于社会关爱性质为title 那就更好 简直是天助你也 比如说你其实只设计了一个 杯子 你要卖一个杯子 但是你跟他说 这个杯子有多少钱 会捐去给儿童 或者是这些杯子 都是哪些地方的妈妈 就是留守儿童 或者是怎么怎么他们做的 你只要能有一点 社会公益性质 没让你骗人啊 是真的 有些这些性质的话就很好 你就先有名气 有名气之后 柴就是水到渠成的来 你不要急 知道吗 走洋梁昌渠 没有办法走 那个急的 你们不是爆发户 好 下一个就是 剧门 这颗星我端门拎出来 是因为我最近对它有新的认识 剧门最近还是真的挺火的 赚钱能力很强 它是一种专业技术材 很多时候是靠嘴的 也不一定 但大部分时候是靠嘴 或者是逻辑分析能力 在剧门这科 在财博庆以前 一点都不被古人看好 在古诀里没有一个是关于剧门 在财博庆发财的 但是现在不是的 现在很多以口为行 就是为生的行业 比如说什么呢 教育 对吧 咨询 网红 直播 销售 外交官 演讲家 政治家 全部都是跟剧门有关的呀 对吧 它就是剧门的特点 你们去看我的主星视频 它就是很犀利 很 就是嘴巴很毒舌 然后脑子人家动得也快呀 而且不装傻白甜 有一说一 所以剧门是那个非常非常适合去做一些 就是在公众面前表演的工作的 那只要这个人敢表演 他剧门塑造 就是明星啊 网红这种能力也非常强的 你们觉得那些线上带货主播是干嘛 肯定是跟剧门有关的嘛 对吧 那个嘴可以一直不停的说四个小时 很剧门的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天象 天象这颗心呢 就是比较稳 比较没有野心 比较自己不怎么作为 但是他可以抱大腿 天象的抱大腿能力很强的 所以他跟朋友合作 投资的话 天象就会干什么 别人出钱 你出脑子 你去当智囊 然后你帮人出一个喜花案 当一个口头军师 你的 就是很好 天象就是天生的二把手嘛 他就是做统筹啊 然后 新官吏都很强 一个团队中还是一定要有个天象的 好不好 OK 然后最后我来说两个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天魁跟天月 这两个心呢 它是以极心 可能 挤不上主心的行业 但是其实上 他们很好 他们就是代表贵人 所以呢 跟人合伙的运势会比较好 有不错的 伙伴 或者是甲方 或者乙方 只要关于到这种 partnership 或者是一起战略合作的 伙伴 天魁天月给你带来的 总是好人 这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整个合作的愉快 的过程也一定非常愉快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逢天魁天月的那些年份 去把事情给冲一把落实 特别是我需要向人开口求救的时候 我去找抓天魁天月的年份就非常好了 OK 就是这些 听明白了吗 还有其他的很多 我以后给你慢慢扒吧 好不好 每一颗星都有自己发财的方法 想听到更多 跟我提问吧 想知道哪些小星星呢 对不对 想知道感情婚姻 还是自己的健康运势呢 还是学业呢 欢迎加我的粉丝群 跟我提问跟互动 还有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猪猪精水公众号 里面有 Hundreds of干货 等着你们 谢谢大家